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中国的史学界一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是夏朝在哪?史记中曾经记载了夏朝 比史记更古老的古书《尚书》中也记载有夏朝 《山海经》中也说有夏朝 但是夏朝的遗址在哪?夏朝的都城在哪?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 不过心中有谜团的中国史学界并不孤单 就在一墙之隔 这个墙稍微的高了点 也稍微的厚了点 这堵墙叫昆仑山脉 在昆仑山脉的另一侧巴基斯坦也有着同样的烦恼 在1922年他们发现了一处古迹 确切的说是两座古城 一座城叫哈拉帕 另外一座叫摩亨佐达罗 后来这两处文明遗址就被称为了古印度河的哈拉帕文化 巴基斯坦人也搞不清楚这个文明到底是从哪里来 后来又去向了何处 等到了1986年 在中国成都的广汉市 又发现了三星堆遗址 从现在已经出土的文物上来看 明显的呈现出与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的特点 与中国以前出土的青铜器 不仅是在制作水平上 工艺上 而且在风格上都迥然不同 那么三星堆的文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好了 这下有意思了 夏朝是我们有一些史书的记载 但是找不到它的遗址 而巴基斯坦却不知道哈拉帕的文化是从何而来的 而且更不知道它后来又去了哪里 而成都的三星堆文明就那样傲娇的站在那里 好像在对研究它的众人说 你们猜猜我是从哪来的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三者之间在时间上还具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那么是不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纽带 把这三者联系在了一起呢 今天呢 我就想跟朋友们一起脑洞大开一回 探讨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远古风貌 这些年呀 中国的史学界呢 一直是在寻找夏朝的遗址 希望找到一些出土文物 能够证明夏朝的存在 后来呢 发现了一个叫二里头的文化遗址 在中国的河南省 据说有可能是夏朝的某处遗址 但是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 所以专家们只能认定这处遗址是殷商以前的一处文化遗址 并不能确定这是夏朝的遗址 或者说是夏朝的都城所在 所以啊 找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找出一个拿得出手的有力的证据 证明夏朝的存在 说到这儿啊 我就想 这样的寻找是不是太有局限性了 太多的局限于中国境内了 别忘了 在夏朝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国境线 也没有中国这个概念 理论上讲 夏朝的都城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不能说不在中国境内的 就不是夏朝的都城 大家还记得 李白还是出生在岁叶的 那个地方现在也不在中国境内 你总不能让唐朝的官员去和李夫人说 说李夫人 您这位儿子呢 将来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伟大的诗人 所以呢 您不能让他出生在岁叶这个地方 户口也不好办 您最好还是搬回到国内去生吧 要是这样的话 李夫人在认臣期间受到这样的骚扰 有可能会影响情绪 那么最后生下来的可能不会是李白 弄不好是个李逵 那就麻烦了 而且找东西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这个丢了的东西 以前在哪儿 你就去哪里去找 你不能瞎找 像前两天 我的一副眼镜找不着了 那是一副我最喜欢的眼镜 现在年龄可能比较大了 所以眼睛有点老花加散光 看书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这么一副眼镜 这副眼镜我一直放在家里 所以丢了以后 我就不能去邻居家去找 我总不能去邻居家敲开门 对邻居说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来找我的眼镜 然后翻箱倒柜的找一番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一无所获 顶多了顺邻居家的一副墨镜 所以丢了的东西一定要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去寻找 要不然别说是找不到 即便是说可能找到了 也肯定是一个假的 其实啊 中国古书中的一本奇书《山海经》早就指明了夏朝的都城在哪里 《山海经》是这样记载的 说昆仑须远在西北 地之夏都 昆仑须指的就是现在的昆仑山 可是在昆仑山的中国这一侧 最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夏都的遗址 那么在昆仑山的另外一侧呢 另外一侧可就不是在中国了 而是在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区 那么那边有没有夏都的遗址呢 1922年印度和刘裕发现了两个文明遗址 一个叫哈拉帕 另外一个叫摩亨佐达罗 年代被确认为从公元前的2300年到公元前的1700年左右 而这段时间正好涵盖了中国历史中的夏朝的时期 在中国的史学界曾经有一个夏生州断代工程 确定夏朝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0世纪 总共存续了400多年 也就是在公元前15、16世纪夏朝灭亡 哈拉帕文明这是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文明的 一般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我们称我们以前的红山文化和亩度文化都称之为文化 而殷墟我们就要称之为文明 文明有几项重要的标志 其中重要的有青铜器 因为青铜器是代表当时的最高的科技水平 另外一个就是文字 文化如果没有文字的话 就不能称之为文明 再一个就是要发现一些大的城市 大规模的城市也是文明发展的产物 哈拉帕文明完全满足了这些条件 它有很多的青铜器 它的城市都很大 不管是哈拉帕还是摩亨走达罗 它们的城市规模都可以容纳三四万人 哈拉帕人已经掌握了胶筑技术 所以它们的防射都是用一些经过烧制的砖盖起来的 而且它们的防射可以盖好几层高 它们每户还都有厕所 所有的排泄物 还有一个特殊的通道进行排污 此外 更奇特的是它们居然还有地下排水系统 这一点 即使到了现在 许多城市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它们也有文字 史学界管它们的文字叫印章文字 如果拿印章文字和中国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进行对比的话 会发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有些学者对印章文字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发现如果把现在已知的四百多个印章文字 加上金木水火土 耳鼻口等偏旁不熟以后 就能够形成很多的甲骨文 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印章文字就是甲骨文的前身 其实想想也不无道理 毕竟甲骨文也不应该是凭空产生的 它肯定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有部古书叫《穆天子传》 曾经记录了从浩经 就是西州的都城浩经到昆仑区的距离 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公里的话 正好是到了哈拉帕 所以就有很多学者认为哈拉帕就是夏朝的都城 当然了 这种观点肯定不会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更不可能是官方的结论 很多人无法接受夏朝的都城会是在国外 其实上古无国 国家国境县这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界限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夏朝的都城是在现在的国外的话 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再有恐怕是很多人无法接受 我们炎黄子孙怎么能成了印度人的后裔呢 这里呢 我想说的是哈拉帕文化是古印度和文明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印度文明 我们通常所说的印度文明实际上指的是恒河流域的文明 而不是诞生于印度和流域的哈拉帕文明 印度河和恒河是南亚斯大陆的两条重要的河流 他们都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 印度和是从东北方向一直流向西南方向 最后注入阿拉伯海 哈拉帕文明期间恒河文明还没有兴起 恒河文明是在亚利安人入秦以后 印度进入了费陀时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印度文明 其实啊 我们的身体里有没有印度的基因 这个呢 很容易测定 都不用测什么DNA 只要喝一口恒河水 如果你第二天不拉肚子 就可以基本证明你有印度血统 这个办法应该比咽血要方便的多 哈拉帕文明到了公元前17世纪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的衰落 最后终于是彻底的消失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很多种说法 以前普遍的观点是认为是由于亚利安人的入侵 还有人说是因为洪水 有人说是火山爆发等等 而且有些考古学家还发现 这里似乎是发生了一次有计划的撤离 因为城中的死人很少 一个三四万人的大城只发现了几十具尸体 一些贵重的器皿 礼器都没有发现 那么他们是撤到哪儿去了呢 在当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请大家记住这两个年份 一个是哈拉帕文化兴起的时间 是在公元前23世纪 消失于公元前17世纪 这两个年份以后我还会提到1986年 在成都的三星堆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文明遗址 其中的青铜器 其中的青铜器呈现出了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风格 而年代又要比殷须出土的青铜器早300多年 时间也是公元前17世纪 那么三星堆文明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呢 无外乎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从天上来 一种是从海上来 另外一种是从陆地上走过来的 从天上来 很多人说是不是外星人带来的 这点呢 我认为是不大可能 别的不说 三星堆的青铜器水平 虽然说在当时的中国地区是绝对领先的 但是如果放眼在全球来说 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在同一时间 也就是在公元前17 18世纪的时候 在西亚地区的古巴比伦王国 那时候应该是颁布汉莫拉比法典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的青铜文明 与三星堆的文明是不相上下的 再往西边 我们以前的节目中提到的 克里特文明 麦西尼文明 也已经进入了青铜文明 其水平甚至可能在三星堆文明之上 而后来打败了古巴比伦的赫梯人 甚至在公元前20世纪 据说就已经掌握了铁器的制作 所以三星堆文明的最高水准 在当时全世界来说 应该也只是处于平均水平 在地球上有很多类似的文明 所以呢 就似乎没有必要把这事扯到外星人身上 从海陆来应该也不可能 因为当时并没有大型的蒸汽集船 而且四川地区也不靠海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从陆地上走过来的 那么他们是从哪走过来的呢 在三星堆的一号坑和二号坑中 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和贝壳 这些贝壳经过专家认定是属于印度洋特有的品种 而那些象牙呢 总共几千只象牙 在四川甚至是中国地区肯定是没有那么多大象 哪里的大象最多 谁都知道是在印度或者是东南亚缅甸一带 所以啊 这时候很多人的目光就投向了西南 投向了印巴地区 很多人也马上就联想到了 那条在一万多年前就存在的属身独道 关于属身独道 以前我在张千初始西域那集曾经提到过 张千初始西域回来向汉武帝汇报的时候 就提到了 在他开辟北方丝绸之路之前 已经有了一条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 就是属身独道 这条路 那时候已经存在了上半年 属自然指的是四川 深独和天独印度一样 都是中国古时对印度地区的称谓 此外 深独也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一个地区的名称 这个地区呢 叫信德 现在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哈拉帕文化的遗址之一 摩亨佐达罗就是在信德手 说到这儿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 没错 三星堆文明有可能就是那个消失了的哈拉帕文明 现在我们肯定习惯的把成都地区纳入东亚的范畴 因为它是在我们中国境内 但是呢 由于地理条件的阻隔 比如说秦岭 横断山脉 就把四川地区孤立在了中原地区之外 李白曾经有一句诗叫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赛通人烟 说的就是四川 所以那时候呢 四川更多的是属于南亚和中亚这一范畴 它们之间来往更加的密切 所以哈拉帕文明出现在这个地方 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大家可以试着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在公元前17世纪的某一天 在下朝的都城哈拉帕 当时下朝的国君和他的大臣们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这个文明的覆灭已经是不可挽回了 或者是因为战争 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 或者是因为自然灾害 他们已经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做出一个痛苦的选择 就是离开他们的家乡 带着他们大部分的臣民和国之重器那些重要的礼器 踏上了那条属身独到 他们一路上或者坐船或者步行 而驮运这些青铜器和大量珍贵物资的大象和大量的牛等牲畜 他们沿着喜马拉雅山的南路 经过了缅甸进入云南 最后进入了成都平原 后来因为某个我们无法得知的原因 他们把这些重要的祭祀物品 那些国之重器 就埋在了成都的三星堆 而驮运这些物品的大象牛们 也终于是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被击杀了以后也在附近掩埋 我刚才说的这些是不是就是三星堆的真相 这个很难说 本来嘛 三星堆现在只挖掘了不到千分之二 还有大量的挖掘工作要进行 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而且这种说法并不是我研究出来的 我以前说过 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知识的传声筒 这种说法也是国内的很多非主流的历史学者 他们得出的结论 主流的史学界肯定是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的 因为这势必会颠覆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论 而这点呢 是国内史学界一直坚守的 既然咱们已经扯到了哈拉帕文化 扯到了古印度和文明 那么不妨咱们再扯得更远一点 哈拉帕文化本身也很奇怪 它也是毫无征兆的就出现在了南亚次大陆 一出现就呈现出那样光彩夺目的样子 就好像一个孩子 一出生就有了抬头文 考古学家发现哈拉帕文化并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似乎是它一出现 它的文明就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那么问题就来了 哈拉帕文明又是从哪来的呢 所以呢 咱们就再扯得远一点 按照现代的分子人类学的观点认为 我们现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来自于六万五千年前从东非走出的晚期之人 也就是说 追到了头 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人 至于以前提到的什么中国人来自于北京的山顶洞人 陕西的蓝田人 按照分子人类学的观点 这都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山顶洞人还是蓝田人 这些直立人呢 他们已经自然的灭绝了 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六万五千年前从东非走出来的那些人 后来到了公元前4500年左右 就发展出了苏美尔文明 地点呢 是在现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也就是西亚地区的两河流域 这是苏美尔文明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苏美尔人称呼自己是来自于东方的黑头人 他们是黑头发 来自于东方 苏美尔文明首先是向西边发展 发展出了古埃及文明和克里特 麦西尼文明 就是爱琴海文明 那时候的苏美尔地区呢 有点像后来中国的战国时代 也是诸侯格局纷争不断 后来呢 又遭到了外族的入侵 苏美尔文明开始走向了衰落 到了公元前23世纪 苏美尔人离开了两河流域 他们去了哪里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年份吧 也就是在公元前23世纪 哈拉帕文明兴起 所以呀 从西亚地区的苏美尔文明 到南亚地区的哈拉帕文明 以及到后来的成都三星堆文明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文明的成液态流动的过程 文明是像水一样 也是从高处向低处流动 前几个月哈佛大学有一名教授叫David Rick 他主笔写了一篇论文 是关于中亚和南亚人群的基因分析 结果发现哈拉帕人的血统中 有很多来自于西亚苏美尔人的成本 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 证明了哈拉帕文化与苏美尔的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刚才提到了哈拉帕文明中的印章文字 而印章文字的前身 很多专家都认为很可能是来自于苏美尔的蝎形文字 如果说哈拉帕文明就是在中国遍寻不道的夏朝的话 那么夏朝之前的三皇五帝又是在哪呢 顺便说一下 在苏美尔的神话传说中有两位神 一个叫恩基 一个叫宁玛 他们是兄妹也是夫妻 两个人都是蛇身人手 这就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在中国远古神话中的福西和女娲 恩基与福西 宁玛与女娲 福西和女娲这是现代人的读音 如果放在古音的话 那么就和苏美尔神话中的恩基宁玛非常的近似了 这时候啊 我就不禁的要想 既然我们现在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可以归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也和其他的一个或几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呢 我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 说是在咸水和淡水交汇海域处出产的鱼 味道非常的鲜美 其实文明也是这个道理 两种文明的交汇对状融合才是刺激文明最大的原动力 所以一个真正强大的文明并不在于它的排他性 而是在于它的兼容性 就像以前我曾经引用过的那两句诗 问取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